字幕提供 我們這個有兩個模式 這個2跟3是屬於公用的 那就是說它可以任意跟改密碼 那如果它在1的情況是這樣 那是屬於個人模式 個人模式的話 沒有辦法跟任意跟改密碼 就等於說 它密碼如果是固定在某個密碼 譬如說0000 那它的密碼就是固定在某個密碼 沒辦法隨意更改 那這個是屬於 雖然是有需要個人 有私要用的話 再試用這個角 那通常我們就用它這個模式 那密碼所操作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簡單的四個數字可以做設定 那在開鎖的狀態之下 我們可以隨便利設定 當然這是在公用模式 那在開鎖的狀態之下 我們可以說任意設定 你喜歡 然後記得住個號碼 比如說我設個2100好了 那2100就是它密碼 那我只要隨便改一個數字 它就沒辦法開了 它就沒辦法開了 那這時候如果忘記密碼怎麼辦 那這裡有附一支鑰匙 當我的鑰匙 用處就是在這裡 我只要不打鑰匙插進去轉開 那我可以開始轉 開始撥嘛 撥到它不會跳位置 那就代表這個是它正確數字 那這個就是它正確數字 這個也是 那這個就是它密碼 然後解開之後 我們就把它打開 去解鎖 那當然這是在 在我們的公用模式之下 那個人模式的話 就沒辦法做這個動作了 我把後面切到個人模式 那還有一點 個人模式必須要在關門 就是鎖起來的狀態之下 才有辦法設定 如果是開鎖之後 這種開鎖狀態之下 是沒辦法更改那個個人模式的這種 那這時候把它更改成 個人模式 那這時候 差異在 差異在說 個人模式沒辦法更改密碼 你看 當我要更改密碼之後 隨便更改 比如說3100好了 就沒辦法開了 這個人模式是屬於說 比較說私人在用的 不想讓人家更改密碼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模式 那必須要在解鎖之後 它才正確的密碼 它才可以進行操作 那同樣的 解鎖之後 鎖起來之後 我們要找密碼 一樣的道理 也是可以找密碼 這樣就解鎖了 所以這隻鑰匙 是用來讓你找 當你遺忘鑰匙的時候 當你遺忘密碼的時候 那我們就需要用到鑰匙 那就可以配合鎖 來找到你設定的密碼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Cyberluck的 簡易的密碼設定